安郡王 刚才这 棺材 那是 萧将军麾下的将士 斩杀的一个山贼 借楚家的棺材运回来了 这事你就不用多问了 本官会差人料理 下官该死 下官治理官令县不力 致使安郡王受到山匪惊扰 请王爷知罪 治理匪患 非一御之功 郑县令日后多多上兴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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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王今日来此 还有一件事情要办 布置郑县令 可方便带我去衙门卷房走一趟 卷 卷房 怎么 不方便吗 这 这 方便 方便 安郡王 请 请 安郡王 此处便是官令县的卷房 这边请 户籍记录在哪里 回王爷 这些 这些都是官令县的户籍册策子 把许家的户籍记录找出来 许家 原是县中的一户大户人家 多年前 举家迁走的那户 不知安郡王说的可是 是谭县城住的那个许家 官令县县城 住在许家 回忆安郡王 谭县城之父谭红 正是许家的老管家 许家搬走之后 谭家一直住在许家的老宅子里 打理一切 不知王爷指的可是这个许家 就是这家 王爷请稍候 好 王爷 请过目 怎么只有许家家主 许宗方一家的记录 许宗方主上都是何人 是否有兄弟姊妹 从官令县迁出之后 牵至何处 怎么都没有记录 安郡王 息怒 这非是下官懒惰 下官在上任之前 这个卷房着过一次大火 卷房所有的卷宗 几乎都烧光了 您现在所见的这些卷宗啊 都是下官到任之后 一一补上的 当然 有很多的疏漏 下官所言句句属实 不敢有半句妄言 那您可还记得 那场大火 具体是什么时候烧的 下官无从知晓 下官那时还在复任的路上 下官只知 前任的县令已经卸任 发生大火的时间 应该就是 这个空档吧 我知道了 有劳了 下官不敢 正仙林先忙吧 是 是 这不是楚家那个丫头吗 怎么跟在了安俊王的身边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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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是不是该去许家问一下谈管家 还不是时候 不问他还能问谁呢 谈县城吗 有一个人我想先问问他 不过 须得征求你的同意 我同意 你说去哪儿就去哪儿我都同意 不是去哪儿 是见那个人 须得你同意 什么人啊 你母亲 许氏 你 你是说 发肿开关 县衙眷房的这把火烧得太过蹊跷 刚巧是在两人县令交接的空档 也刚巧是在许家举家搬走之后 这把火 恐怕会和许家有些关系 王爷 你是不是怀疑 我娘不是自杀的 现在还未可知 所以不能贸然前去许家查问 你母亲的观中 有她的遗物 她的遗骨 谈红或许会说谎 但她不会 不是吗 我同意 不过 王爷 我娘的遗骨 能不能由我来验 我保证 我会像对待其他所有死者一样 对待她的 好 我答应 谢谢王爷 明日我差人 去准备一些需要的东西 你也且先准备着 大哥这半日去哪儿了 晚饭也没回来 可在外面吃过了 吃过了 跟景毅一块在县衙吃的 那个郑县脸可真够粘人的 我知道你喜欢清景 就没差人叫你 对了 楚河没跟你说过什么吧 楚河 没有 她要找我说什么 她 算了 你两句话说不清楚 回头再跟你说吧 我 我 早上 你 什么 没 你 你 没有 你 我 他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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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啊 怕你晚上睡不着 大哥不必为我如此拘束 拘束什么呀 你舒服我就舒服 快睡吧 我洗洗就回来 好 大哥 明日可否借几个兵给我拥有 好 干什么用 你明日便知 对了 景月 是你叫冷月盯着景一的吗 冷月盯着景一 是啊 我回来之前 看见冷月 鬼鬼祟祟的在景一房门外偷看 我还以为是你让她办事呢 就没打搅她 这两人又在搞什么名堂 怎么 不是你让她干的 那她鬼鬼祟祟的盯着景一干吗 冷月随我来泉州 应该是为母亲办事的 母亲应该是不放心处处 想让冷月 见女子身份的方便盯着她 冷月一路上 都与楚楚在一起 从未让楚楚离开过她的视线 如果她现在不盯着楚楚 反却盯着景一 应该也是因为楚楚 这个冷月 但是现在看来 楚姑娘好像和景家 什么关系都没有啊